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香港新闻连线的时间 我是小猪猪 今天是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 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这则新闻的标题 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来台见家长 将成台湾女婿 红三代身份惊动台湾国安 旅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 红三代代表人物薄瓜瓜 在这个星期三13日低调抵达台湾 传问他这次来是为了迎娶一名宜兰女子 这位曾经话题十足的红三代 将会成为台湾女婿 令台湾舆论颇为关注 看回薄瓜瓜这位未婚妻的背景 就真的不简单了 是姓许的宜兰知名望族 罗东博爱医院第三代的千金 据报道 薄瓜瓜今天会到宜兰拜见女方家长 并且会去到罗东博爱医院进行健康检查 由于薄家的背景特殊 所以联合报的记者就多方联络 许家人查询分事 但是家人就只是回应 不语致评这四个字 态度相当低调 在今早早 罗东博爱医院门口 就有警方派驻人员 密切留意周围的动态 而在昨日就有消息人士透露 薄瓜瓜已经自加拿大飞抵台湾 并且安排去宜兰那里进行迎亲行情 其中包括罗东进行健康检查 为了进一步核实 所以联合报的记者就特意联络两位分别是前任以及现任的台湾国安高层 虽然他们并未正式地证实消息属实 但都没有否认 只是称对这件事不与置评 看回薄瓜瓜的家庭背景 他的父亲薄熙来就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当年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主要竞争对手 去到2012年就因为副市长黄立军事件捲入丑闻 最终被撤销职务并且伤开 意思即是开除党籍和公职 被判无期徒刑 目前正在北京市巡城监狱复刑 据悉薄瓜瓜这位未婚妻 是出身自宜兰罗东镇的望族许家 许家是当地知名的罗东博爱医院 以及罗许基金会的创办家族 薄瓜瓜至少接受良好的教育 11岁时就被送往英国读书 在2010年就在牛津大学那里毕业 后来去了美国入读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 去到2012年就获得公共政策碩士学位 据了解许家千金也曾经在外国留学和工作 两个人因为共同的背景而相识 感情稳定 最终就步入婚姻殿堂 由于双方的家庭背景特殊 这场婚事就相当低调 许家不打算在宜兰摆酒宴客 但因为薄瓜瓜的特殊身份 婚事仍然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则新闻的标题 珠海状人案当局以强制火化为体 习总大路下令全面监控四毛五失人员 珠海体育中心状人事件 已经在过去三天造成35人抢救无效死亡 43人受伤 事件引起社会震惊 同时惊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令严情兇手 并且要求全面排查四毛 即是没有婚姻、没有子女、没有工作 还有没有楼 以及所谓的五失 即是投资失败、生活失忆、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和精神異常的人员 加强社会风险源头防控 据明报的报道 珠海市殡仪馆的现场安保森严 多两警车和多名警员驻守 进出的人员都必须要接受盘查 而只有死者的亲属才会获准通行 殡仪馆工作人员透露 当局已经推行强制火化 有部分死者围体 甚至未经家属的同意 就被送往火化了 有家属对此表示愤怒 指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缺乏透明度 有一名家属在网上发文称 父母当日在事件中受伤 其中 他母亲在土地之后头部重创 呼吸微弱 但送院之后 医院混乱不堪 家属等了两三个小时才开始治疗 有家属就表示 当局禁止伤者转院 同时限制探视 只是在伤者临终之前 才被家属见面 对此 家属就质疑 如果比早点转院的话 可能还有救命的机会 10月13日 公安部就在北京召开党委 括号扩大会议 要求迅速查明安情 收集固定证据 并且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在同一日 珠海市委常委会议 也表示 要用心用情做好家属安抚 和善后事宜 公安部就指出 必须要吸取经验教训 举一反三 加强基层部门对家庭 倫理矛盾糾纷了解和化解 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 这件事就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在13日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路透社记者就提问有关案件 发言人林劍就回应称 没有外国公民在案件中伤亡 并且强调 中国是全球刑事犯罪率最低 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他俗称 中国政府将会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同时也会设实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营商环境 习近平就高度重视事件处理 所以下令严情兇手和相关责任人 针对近期多宗无差别攻击 以及蓄意报复社会事件 官方就认定 少事者多数都是属于四无人员 即是没有婚姻 没有子女 没有工作 还有没有楼 除此之外 还包括所谓的五失人员 即是投资失败 生活失意 关系失和 还有心理失衡以及精神異常 官方认为 这类人员可能对社会构成潜在的威胁 要求加强对这类人群的排查和风险防控 从源头减低社会危机 好了 这期新闻报道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收听 恳请大家在听新闻之余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 我们频道最新的资讯了 还有请大家帮忙留言 给like和share连连连连的朋友 让更多的网友可以分享到香港新闻连线的报道 多谢大家 下一节新闻时间再会 好了 这个很厉害了 好消息 我这次特别的一个为大家 我在台北想买猫山王 是280港元的 围盗是 榴莲控的好消息 来了 由职日起到寿源为止 树上熟的 马来西亚合装榴莲肉 全部7折 我们没试过买得这么便宜的 譬如猫山王 原价260元 我们去年最便宜188元 特价立刻卖了 今次7折182元 182元的猫山王 你上网看看 人家全部都是200多元的 这个是 你快点留多些了 还有这个最好吃的 黑刺 这个最近起得最厉害的 原价300元 7折210元 黑刺 是人家认为比猫山王好吃的 有些人因为它纤维细致一点 咬下去容易溶一点 就不会咬到纤维丝出来 这个是果王 还有其他几种 就是红蝦 这个竹脚 这个D858 D24 红蝦大家都熟悉的 这些原价168元 现在是7折 118元而已 便宜通界 这些是急凍的榴莲 不用开磋 而且它是快速急凍的榴莲 是保持纤维 保持得非常好 想吃解凍就能吃了 门市网上也有优惠 卖完即止 7折这个价钱是抢的 大家快点来买吧 我很喜欢吃榴莲的 是不含添加剂 真的要吃一下竹脚 以及猫山王 而且普通香港人很喜欢吃D24 好不好? 很幸福在香港吃到这些 比起台湾来说 我以为我要吃落 大概就 Aust诗 所以 10 以前